一个桀骜不逊的美国失忆将军却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 一群美国人眼中的乌合之众 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打出了超乎寻常的战绩 这部拍摄于1941年的空中危机 真实记录了飞虎队和中国军民抗战的大量珍贵影像 因为片中涉及到一些军事要地和空军的训练方法 所以它一直作为绝密文件被美国军方封存在短暗馆中 直到二战后才逐渐公布 1940年小日本一路所向披靡也吃掉了大半个中国 国民政府只能抱着重庆守住最后的那点残山渗水 而一切的元华军事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才能进入中国 为了切断这条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日军从10月开始对滇缅公路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而中国空军经过三年的雪战早把家底都给打光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在华夏的上空任意肆虐 在这民族威王的时刻 国民政府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到了陈纳德的身上 这位来自美国的空军顾问是个典型的恶愣子 凡事一言不合就开队 从大小领导到同事都挨过他的口水 虽然在美国空军混了19年 他仍然还是一个小上尉 1937年当中国正急需一名教官来组建空军时 美国便郑重推荐了这位恶大爷 然而谁也想不到 这个被某国遗弃的残次品竟然是一个空军天才 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 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 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 但陈纳德却颠覆了主流的空军理论 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 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 到了中国后 他的这套旁门左道终于得到了实战的印证 在松会战的战役中 经过他训练的中国空军驾驶的战斗机 将截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揍的是落花流水 自此日军进行空袭时 不得不出动大批的战斗机来护航 然而战争归根结底烧的还是钱和技术 中国空军再能打也是打一架少一架 但日本空军却可以依托扎实强大的工业 源源不断地往战场投放更多的空中力量 到了1940年 中国空军已是凋零殆尽 虽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上云霄慷慨负义 但依然保不住首都南京 护不住陪都重庆 如今就连唯一的圆滑补给线 也即将沦陷于敌机的炮火中 就在这国破家亡之际 陈大德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退役飞行员 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 底薪600美元 击落一架敌机还有500美元的提成 要知道当时许多飞行员在美国一个月累死累活才能苦60美元 所以谁都拒绝不了这个月入过千的诱惑 但这群人也并非全为钱 毕竟生命是无价的 但我说是为了拯救世界恐怕有些拔高了 客观的说他们就是一群富有正义感 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 是一群拿钱办事且办得非常漂亮的敬业之人 而当时美国还不愿和日本撕破脸 因此这批飞行员是以志愿队的名义进入中国 也就是说他们是自愿来的 和美国政府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和正规空军相比 这群自由散漫的美国牛仔毫无组织和纪律可言 平时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牌 一个飞机被他们画的是乱七八糟 既有自牙咧嘴的卡通鲨鱼 又呆懵可爱的大熊猫 但玩归玩闹归闹 这群空中老油条的技术还真不是盖的 1941年12月 当十架日本飞机进犯云南昆明时 首次出战的志愿队便击落了九架敌机 自此一战成名 而被群山包裹的昆明老土们 从来没有见过海 更不知鲨鱼为何物 只当战机上画的是老虎 此后一船是十船百 人们便把志愿队称之为飞虎队 自从有了他们日军再也不敢贸然地 轰炸昆明和点缅公路 后来日军索性把目标 转向了昆明和大理祥云的空军基地 试图一举拔掉飞虎队这颗钉子 但每次都被飞虎队和地面的高射炮成功击退 此前这防空人员 遭有使用无人机作为目标 进行了大量的练习 这种无人机约有战斗机的三分之一大 通过弹射器发射起飞后 工作人员便可以使用遥控器 来控制它的方向和速度 当被地面士兵射中后 它会自动打开降落伞回到地面 经过简单的维修后便能再次用于训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陈纳德请求罗斯副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 试图进一步夺回中国整个战场的制空权 按照计划飞虎队将以昆明为起点 前往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 再以此为跳板攻击沿海带的日军 最终便可以直接进攻日本本土 但要实现这个计划的前提 是要有那么多的机场来给你飞 而在短短的三个月内 数十万中国老百姓便建起了一系列的机场和空军基地 可谓是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和今天不一样 当时的中国根本有不起挖掘机 压路机这些大型机械设备 所有的修建工作都是使用最原始的方法 为此老百姓将适时代代类以为甚的稻田 一一抽干水因为平地 然后农夫们有小推车将岩石一彻一彻的从远处拉来 妇女们将其敲成小碎时候 在马到路面上将地基铺好 接着孩子和老人们将办好的沙浆灌入地基 上百个劳力再拖着半吨重的滚轮将跑到压石 而他们每天的工资仅仅是一碗大米饭 今天我们很多人指知飞虎队的应用 却不知是中国人用血汗铸就了这些舞台 才有了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 飞虎队在湖南广西扎稳脚跟后 便对日军在沿海带的后勤仓库和太平洋补给线 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拦截 像镜头中这些在衡阳被俘虏的日军 已经被断了一个月的粮草 饿得是严严一息 在此期间 位于后方的八路军一直通过电报 将日军的守备情况突袭力量 不断地传送给飞虎队 一般小日本才热着身 飞虎队就已经收到了消息 而一些深入敌方的飞行员 遭日军击落跳伞后 也常常被八路军所救 除了对日作战 飞虎队还抽掉出一部分力量 来保卫陀峰航线 1942年5月 日军打败中国远征军后 彻底切断了电面公路 于是中美两国紧急开通了一条 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云南昆明的航线 以持续为抗战输血 而这条空中通道 需要翻越高达8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脉 飞机只能贴着山峰飞 稍后不慎便会坠入冰川峡谷 因此这条航线又被称为陀峰航线 与此同时 他们还面临着日记的突袭 所以这条航线对飞行员们来说仅枯是自杀 飞到后来他们都不用导航 而是沿着坠毁飞机的铝片反光直接飞 一直到抗战战结束 投缝航线一共往中国运输了70万吨军需物资 而1500多名中外飞行员 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44年12月 日军拿下了广西 为期8个月的余香桂会战 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 为了不使机场沦入敌手 飞虎都在临行前炸毁了所有的跑道和基地 而湖广一带的老百姓也纷纷烧掉了自己的住宅和田地 以进行焦土抗战 坚决不给日军留下一米一两 镜头中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 正沿着漫长痛苦的铁路往云南走 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他们不去坐火车 原因很简单没钱 就算有钱火车也不会拉你 因为汽车弹药粮食这些物资更急需运到后方保存 在那个时刻哪怕是铁路上的一块枕木也比人重要 但有一些幸运的妇女和小孩坐上了木炭卡车 这种车的原理是利用木炭燃烧后产生的煤气来驱动 故障率很高 基本是一路开一路休 大多人则挑着锅碗瓢盆带着家当老小 沿着大路往前艰难的步行 而桂林作为前往云南的必经之路 几乎成了难民的集散地 大小道路和火车站均被堵得水泄不通 这导致军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通过 幸运的是 在这次长途跋涉中 由于有飞虎队的保护 日军也不敢冒险深入 在此之前手无寸铁的难民 一直是他们最佳的消遣目标 1943年 这支曾被视为乌合之重的野生志愿队 被美军正式收编 成为了第14航空队 桀骜不幸的陈纳德也晋升为了少将司令 可谓是实至名归 而在中国的七个多月里 飞虎队一共击落了300多架日机 牺牲了26名飞行员 实际上有人说他们是收费抗日的雇佣兵 但你是否想过 又是愿意为了几千块 将自己的性命白白地丢在异国他乡 他们也是人幼 企鹅老小 也需要养家糊口 就算这是一笔赤裸裸的生意 中国一共支付给了飞虎队800万美元的费用 但他们却摧毁了日军大量的后勤仓库 坦克潜艇 保住了最后的抗疫战争输血管 夺回了中国的制空权 拯救了无数国人的生命 这如财政部长宋子文说的 志愿队是中国做过的最有效的投资 其实无论这些美国飞行员 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前来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他们为中国抗疫战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